老刘今年五十多岁,是一个赤脚医生 出于职业的原因,老刘常年在家乡一带走向蜿村 也算是一个见识广播,通晓各种奇闻异事的学问家吧 然而这个学问家没有想到 传说中的鬼打墙居然真的让自己给撞上了 有一次邻村的一个人得了疑症 半夜那家人家请刘老五出来出诊 刘老五诊完了之后,说不是什么大病 给开除了些药,又独自走回家了 其实那家人本来是要送他回来的 可是老刘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 并且这么近,三五步我就到家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条走过了成千上万次 离家又不远的路上 老刘竟然迷路了 他走着走着感觉到天旋地转 晕得让他闭上了眼睛 等他再睁开时 眼前是一片完全陌生的空地 环绕着四周 都是黑区区的一片 这时候老刘额头上冒了汗 脊背震震的发凉 心想难道遇上鬼打墙了 老刘想我一直朝一个方向走 一定能够走出去 于是他抱紧药箱朝正前方狂奔 但是跑了几步之后 他就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向侧面推他 他自己想要往前走 可实际上是顺着一条弧线又折了回来 这下老刘慌了 头皮一阵阵地发解 幸好老刘头脑并没有完全乱掉 这个时候他记起有人说过 遇到鬼打墙的时候 吐三口吐们就能够把鬼驱赶走 于是老刘赶紧地使劲吐出了三口吐 尽管他已经吓得是口干舍糟 吐完了之后老刘接着跑 但是又回到了原点 老刘心想难道不灵 他又吐了三口吐们接着跑 跑了一圈之后还是不灵 说你干过什么坏事 这个时候鬼的声音从耳边响起 老刘吓得瘫坐在地上 自己排出热热的液体 浇湿了他的裤子 他努力地使自己振作起来 本想直接称呼那个鬼为鬼 但是又怕有所冒犯 于是他颤抖着说道 神仙爷爷啊 我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啊 您放过我吧 不说 不说就让你永远回不了家 鬼这个时候似乎有点生气了 老刘一听吓坏了 赶紧努力地回想自己做过的什么亏心事 他这么一想 还真想起了一件 那就是有一次两位病人的家属 同时来请老刘出诊 可老刘先去了偷偷往他口袋里边 塞了两百块钱的那家 当老刘赶紧跟酒鬼交代了之后 并且补充说 我知道这两个病人都没有什么大危险 我这才去的那一家呀 这鬼听完了之后说 还有呢 老刘想了一会儿 又把自己暗恋邻村王二媳妇的事给说了 并且指着天发誓说 自己只是有贼心 没有贼胆 绝对没做过什么对不起老婆的故事 可这鬼似乎还是不太满足 老刘又把自己小的时候 透过别人家的鸡 砸过别人家玻璃的事都给说了 说得老刘自己都直恋活 他觉得这些小孩子淘气的事 也许根本算不上什么亏心事 但自己竟然把这些都交代了 但那鬼似乎很爱听出故事一样 一直在追问 这老刘说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说得自己都不耐烦了 他也实在是想不出 还做过什么亏心的事 再说 就说到他爸爸那边去了 于是老刘捣算似的磕着头说 神仙爷爷真没了 可是这个时候 就听见那鬼哈哈的笑着说 好玩好玩 老刘先前只顾着怕了 没有注意这鬼的声音 这会儿听起来 倒觉得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声音 可老刘的心还在通通通的跳着 但没有刚才那么害怕了 行 那我就放你走吧 这时鬼似乎满足了 老刘听了之后 赶紧爬了起来 也顾不上拿那药箱子了 拔腿就往前跑 没成想 他又跑回到了原点 老刘这回又是着急 又是忙着 又听到那小鬼 还在哈哈大笑着 大笑着好玩 自乎听到 自乎听说过鬼打墙的人 那些鬼都很爱戏弄人 老刘觉得这点确实是真的 老刘又跑了几次 还是跑不出去 在这儿跟那小鬼 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 受到了他无休止的戏弄 老刘已经不怎么害怕了 他甚至有些气恼 折腾了半夜 精疲力竭的老刘 索性坐在地上 抽起了烟来 这个时候小鬼愣了一会儿 没夜之声 然后就开始说话 这次我真的放你走了 你走吧 老刘抽着烟说 你还想耍我 反正天快亮了 我索性就在这儿等着 你走吧 这次真的不耍你了 那小鬼似乎在祈求老刘 老刘死活不挪身 吐着烟圈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可是没有想到那小鬼竟然哭了起来说 爷爷 您快走吧 您待在那儿 我的陷阱里边不走 我就没办法离开 天亮之前 我要是回不了鬼界 我就完了 老刘心想 没想到你的小鬼也有今天 这抱怨 居然来得这么快 让你戏弄我 你是怎么戏弄我的 我今天就怎么跟你玩一玩 老刘压根直痒痒 解恨的说 说 你都干过什么坏事 小鬼哭着说 爷爷 我可没干过什么坏事 我只爱和人开个玩笑 就像今天跟你开玩笑一样 老刘一声更生气了 说道 你一件一件跟我说出来 那小鬼哭得更厉害了 说 爷爷 我真的只是爱和人开玩笑 我不是个坏鬼 我只是一个和您孙子差不多的孩子 您就放我走吧 老刘原以为这小鬼叫他爷爷 只是为了祈求他 就像自己刚开始叫这小鬼神仙爷爷一样 但是一提到了自己的孙子 老刘才觉得这一声爷爷叫得很真切 别说 这小鬼还真的像自己的孙子 他也很爱和别人开玩笑 即使是鬼 也只是一个孩子大小的鬼 况且并没做什么恶事 老刘心想听着小鬼的啜气 他脑中浮现出自己孙子爱犯错误时那可怜的样子 他心软了 老刘抱起了药箱站了起来 说 那你快回家吧 以后不准这样再戏弄别人 嗯 谢谢您爷爷 小鬼感激的说道 老刘朝前走 走了几步后又觉得天旋地转 一眨眼 他发现自己走在了那条熟悉的回家的路上 回到家之后 老伴问他怎么天亮了才回来 老刘就笑着和老伴说 没事 碰着鬼打枪了 和小鬼玩了一会儿 他会竞召唤 你这个不机会 最后已经发现了 你怎么回到这条熟悉的回家